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赛高岛和腾讯动漫共同出品 冠生文化制作动漫原班人马演绎的精品有声剧狐妖小红娘 夏沙片第一集是要成为狐狸精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银汉暗度相思苦 只叫缠绵破茧化蝶飞 只叫逆神被天还家去 只叫万转千修等一回 其实爱很简单 用你的心告诉我 爱还是不爱 问话的美人一双胡耳微微耸动 如铺青丝玄至腰间 身穿鞋巾衣衫露出胸前一片雪白风雨 只见他轻挑眉梢转盼流光 绵延细语令人无法拒绝 面前的少年看得吃了 回过神来只猛地点头 爱 非常爱 主人 行一行 之前的东西都被搬走了 没关系 我觉得人生充满了希望 主人 你开心就好 金鸾飞驰 玉兔急奔 九尾天湖屠山雅雅 带着一车金银财宝满载而归 本是心满意足 悠哉悠哉 却被车座下突然冒出来的小狐狸耳朵 坏了兴致 狐狐狐狐大将那耳朵揪出来 果然不是别人 正是狐族最一事无成的小妹 图山苏苏 十来岁的小丫头跪在了图山雅雅面前 胡耳低垂 金发毕童 养着头笑得天真烂漫 说吧 偷偷跟来干嘛 我是想看姐姐大人怎么工作 才偷偷跑出来的 这次我完全没有犯错哎 少给我嬉皮笑脸的 对 对不起 狐妖一族 一直以绝强的妖力 无上的妩媚 机敏的头脑 暴力群妖之中 可你看看你 跟哪一点站边了 对不起 对不起吗 你对本族的作用 从来都只有一个 图山苏苏不猜也知道 姐姐大人接下来要说的 是嫁人 她跪在地上不敢抬头 眼中一出委屈的泪水 巴搭巴搭落在了手背上 一气道蒙的人已经发来蜜寒 对方已经十六岁 不 我不去结婚 我要成为一只优秀的狐狸精 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跟随在图山牙牙左右的两只狐狸 先是一愣随即发出爆笑 笑得前仰后合 就连图山牙牙也露出了一丝笑容 只是这笑容 让图山苏苏不寒而栗 别引我发笑了小妹 乖乖地跟我回去 准备相亲 图山牙牙的语气中 带着令人不敢违抗的威娅 苏苏灯使汗毛都竖了起来 她当即下定决心 死也不要回去 对不起 姐姐大人 我不会跟您回去的 图山苏苏猛地站了起来 转身就跑 毫不犹豫地 从飞驰的玉兔车上一跃而下 谁知刚落地就栽了个大跟头 摔出去两米远 然而 她不敢有丝毫的迟疑 挺起身来 就是一顿连滚带爬 一鼓作气 朝玉兔车行驶的反方向 绝尘而去 终于跑出了安全距离 她稍微一放松 一个劣切又是脸部着陆 我排了两天两夜的队伍 终于接到了我人生第一个任务 我一定会完成这个任务 成为一只真正的狐狸精大 任务就是写 然后找到这个人 屠山苏苏心里打着如意算盘 脚下去突然踩空 她被井盖给吃掉了 而另一边的玉兔车上 屠山牙牙打开了手中的密函 取出档案 档案上贴着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一名身穿西装的黑发少年 十五六岁的样子 长相比较清秀 头上立着两根呆毛 一条长长的细麻花辫 绕过脖梗一圈 落在胸前 阿大阿二 抓她回来 是 没用的 小妹 无论你逃到哪里 你都必须嫁给她 这是你命中注定的 满天下 似乎到处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 正如JSTV大楼中 正在上演的这一幕 黑发呆毛少年 从西装口袋里摸出了一枚 九尾弧形玉佩 递向了WG外卖员小姐 眼中满是真情流露 言语真挚感人 我从来不相信一见钟情 但今天遇见了你 我信了 这是我死去的母亲 留给儿媳的玉佩 现在 她终于找到她的主人了 这 真的要给我吗 她看起来好像不怎么值钱的样子 这一定是上天安排的缘分 嫁给我吧 不要 不可以 这些饭是给客人的 不可以动 少年在说话的空档 竟偷偷抽走了餐车上的一盒外卖 外卖员小姐眼睛手快一把摁住 然而少年却立刻转移目标 抽走了另外一盒 什么 原来是给客人的 那得赶快送过去 你 你已经吃上了 不好 看见高级盒饭就情不自禁 不能误了大事 嫁给我好吗 少年也不顾嘴里叼着青菜叶子 手中举着一次性筷子 突然抓住了外卖员小姐的手 外卖员小姐满头黑线 面对这个花颜巧语吃白食的奇怪家伙 他终于爆发了洪荒之力 只见他一拳出击 瞬间就打飞了这名少年 虽然出师未竭 但他毫不气馁 毕竟他早已准备好了杀手锏 抹掉嘴边的油渍 搭上上行的电梯 少年对着电梯里的镜子 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带 西装虽有些不合体 但他自我感觉非常不错 再用化妆刷给脸上铺点粉 很好 完美 这位小姐姐人还不错 就是凶暴了一点 话说这盒饭居然有红烧肉 这里的人真是奢侈得不像话 但凶悍的外卖小姐姐 红烧肉盒饭都不应该干扰我 这时电梯门打开 灯光炸起 少年周身的气势陡然一变 因为我是来做大事的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我们超级无敌大型相亲节目 非你不嫁 下面要出场的是三号男嘉宾 随着灯光的引领 少年大步朝前走上了舞台 各位好 我叫朱万山 惊叹了 我惊叹了 男嘉宾可受三十岁 居然这么年轻 天哪 真是年轻有为啊 还挺帅啊 全亮 三号男嘉宾的印象分 是满分 瞬间 年轻富有这样的标签 落在了少年的头上 在场所有的女嘉宾 全部亮灯 不过你真的有三十岁吗 虽然资料上是这么写的 因为从小就努力工作 所以发育的不太好 好吧 那么来看一看他的介绍短片 大屏幕上开始播放视频 一个肥胖油腻的男人出现在短片中 与台上的少年判若两人 大家好 我是朱万山 我经营着一个巨大的养术厂 我的爱好 还是中中的餐妇 那儿排队 现在台上的我 是用心减肥的成果 暮色片终于台上体重差距100公斤以上 短片拍出于一个月之前 在这么短时间内减肥这么多 一定花费很大 有钱人 隔壁王小姐都亮灯了 这人一定很有钱 我也要亮灯 看着女嘉宾们纷纷为她爆灯 主持人和场下的观众都沸腾了 居然还是全量 太不可思议了 下面进入最后环节 连心台已经升起 只要男嘉宾铁中一个亮灯女嘉宾的号码 就能让女嘉宾站上连心台 牵手成功 难道我长久以来的梦想 今天就要实现了 慢着 此人是个骗子 我命令你们立刻停止今天的节目 突然间 一名青年打开门走了进来 他身穿道袍西装混搭风衣服 浅棕色头发不长不短 中分刘海 戴金丝眼镜 身后跟着一个被捆绑着的 没穿外套的肥胖男人 那肥胖男人竟和视频中的朱万山 长得一模一样 我身边这个才是真的朱万山 台上这个臭小子叫白月初 是一个没有恋爱自由的人 你是谁啊 凭什么让我们节目停止啊 我看你才是骗子吧 就是 喂 这可是我们的周深大事 这个节目就是我的生命 你凭什么让他停止啊 就凭我是一气道蒙王家大少爷 一气道蒙 王家大少爷 太好了 我的职业生涯终于有了意义 各单位请注意 各单位请注意 节目中止 全听大少爷吩咐 灯光 灯光 所有摄像机都对准大少爷 要说这一气道蒙的王家 那可谓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祥 传说在一千多年前 所有修道之人成立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强大联盟 这就是一气道蒙 这个联盟一直存在至今 人才济济长盛不衰 其中又以王 李 张 三家为最强 也最富有 这个小小的电视台 正是王家的产业 而这位叫停节目的人 便是王家桀骜不驯的浪荡少爷 王富贵 他说天亮就要远去 去追寻你停留的天地 总一声断入潮汐 别离魔术中传奇 不忘传奇多少别离 我只是不经意 遇到了你 恰好我的鱼 恰好我的鱼 又恰好依偎在一起 这样多好 管它失忆 失忆 若此情不云 冬流星 不予逃避 千山万水 因你不过好厉 也不惧风雨 披心但愿未曾稀许 此情不予 所谓如你 天字两缘 与你 沙河桥 你流的雨 暂时孤寂自言自语 她曾在路微渡 牵过你 暮风中 背着 长笛 世上事不说迷离 多少端的鱼 不离不及 远 情之所致 远回起零 恰好我的鱼 又恰好依偎在一起 这样多好 管它失忆 失忆 若此情不云 冬流星 不予逃避 千山万水 因你不过好厉 也不惧风雨 披心但愿未曾稀许 此情不予 难得如你 天字两缘 与你 难得如你 天字两缘 难得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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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计划 待我不薄 你是指幼儿园时 就派出两个小道士 每天贬我吗 还是指强迫我 从小学开始就都难笑 还是指根本不让一贫如洗的 我打工 也不让我坚持挣钱 还让我经常代写作业 总是抢我的食物 所以 就算把我的人生弄得一团糟 我也要把你们养大我 然后嫁掉的这个计划 大狗狂 混账 你知道一期盗盟为了这个计划 奔波了五百多年吗 嘿嘿 知道呀 正是这样我才解恨嘛 王富贵觉得自己跟白月初讲理 是讲不通了 于是挥了挥手 是以身旁的两个手下去收拾他 十字电剑孟二飞 从幼儿园开始打过白月初481次 妻子催命因凡其少 从小学起打过白月初512次 两个人亮出武器 双剑与琴 朝白月初步步紧逼 其实 为了能破坏你们这五百年的大计划 我还刻意隐藏了一件事 那就是 我 很 强 孟二飞和樊七首气势汹汹地跳起失招 白月初脚下却不动半步 身躯也丝毫未见摇晃 只待两人近身之后 轻轻挥出双拳 就把两人瞬间击飞 随后 他站直身子 志得意满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块石头 展示给众人看 那石头呈月牙形状 上面刻有大吉二字 这是他在最灵验的月老庙求来的姻缘时 测算出他的姻缘就在这个连心台 这也是今日白月初来到这里的真正目的 只要现在这个时刻 有女性站在台上 与我共同握住这块石头 我们就能白头偕老 你们的什么破计划就可以见鬼去啦 精彩啊 真是精彩 不过你忽略了一点 你觉得女嘉宾们 现在还会选你吗 白月初顿时一愣 这才注意到 那群女嘉宾不知什么时候 都跑到王富贵的身后去了 女孩子们一个个变得格外亲切随和 热情可爱 少爷 您长得好英俊哦 你喜欢年纪比您大的女生吗 糟糕 那有没有观众愿意上来嫁给我呢 没有 这让白月初有些尴尬了 好在这尴尬并没有持续太久 就被房顶传来的一阵异响打断 众人纷纷抬头 张望着怪声的来源 这时只听见轰隆一声 天花板突然裂开一个大洞 阳光穿过洞口洒入室内 与之同时而来的 还有一名长着狐狸耳朵的少女 接着一红一白两只狐狸也跟着掉了下来 耳朵 是腰 白月初注意到少女离自己越来越近了 好像下一秒就要 果然她被精准击中 两个人呈十字交叉式起起倒地 白月初不仅被当作肉垫垫在了地上 还被天花板的碎片擦破了额头 但是她却没有一丝的不悦 反而洗上眉梢 记上心头 是个妹子 是妹子 看来命运没有抛弃我 这时摔肿脑袋的屠山苏苏揉着头站了起来 张望了一下四周 意外地发现 这里竟然是任务丹的目的地 耶 真的就是这里 好棒啊 居然找对地方了 小妹妹 摔疼了吧 真可怜 来 摸摸这个石头就好了 王富贵大惊失措 盲吩咐手下赶紧阻止白月初 白月初的如意算盘却落空了 当她伸出手递过石头的时候 发现因缘石不见了 我的石头呢 你是说这个吗 刚刚我头撞在上面了 好疼啊 屠山苏苏指了指地上碎成两半的石头 白月初顺着她的手看去 骤然石化 自己仿佛也要裂开了 看到此情此景 一旁的王富贵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 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在白月初那接近崩溃的表情中 屠山苏苏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连忙朝白月初道歉 对不起 那个石头很重要吗 我赔给你吧 我那么完美的计划 你赔得起吗 滔天的怒火和法力 从白月初的身体中奔涌而出 似乎要将周遭的一切给吞没 屠山苏苏被她的反应吓到了 毫不犹豫地转身拔腿就跑 救命啊 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头 它是因缘石 我的全部财产二十元 都为了买糖而花掉了 对不起 屠山苏苏见她没追过来 停下脚步继续道歉 白月初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法力如同潮水般 源源不断地涌出 王富贵和她的手下一边奋力抵抗 一边忍不住吐槽 就在屠山苏苏连连鞠躬认错的同时 她塞在衣服里的彩虹棒棒糖 顺势调出来 嗖的一声 刚刚还在释放怒火的白月初 竟然窜到了苏苏的脚下 接住了那根棒棒糖 白月初她不愤怒了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 药心斋出品的一品五彩棒吗 我只在幼儿园的时候见过一次 那次的味道我终身难忘 为什么 为什么要让我再次遇见你 白月初捧着这五彩棒棒糖 陷入了美妙的回忆中 禅夺取了她的理智 她痴痴地看着手中的糖 强忍住即将决堤的口水 连头也没抬问屠山苏苏 这 这不是你刚刚钓的吧 是我钓的 谢谢大哥哥 天真善良的屠山苏苏 误以为白月初是想要将零食还给她 便伸手接了过来 失去了五彩棒棒糖 白月初又突然暴走 她一把拎起屠山苏苏的衣领 开始猛烈摇晃 谢哥屁 你刚刚破坏了我改变命运的计划 不该赔偿我点什么吗 可是 你刚刚不是说我赔不起吗 屠山苏苏欲哭无泪 挥舞着小手奋力挣扎 劈地趴拉随着她的扑腾 她身上掉下的零食竟然堆成了一座小山 白月初先是愣了几秒 接着眼中迸发出热烈的光芒 她随手将苏苏丢到一边 直接冲着零食扑了过去 白月初看到 不仅有绝色巧克力寿司 还有脆壶烈日曲奇 香浓两面霜青橙棒 三脸牛浓缩奶粉 都是上等货 她瞬间开心到模糊 能看到这些高级糖果 我死而无憾了 白月初止不住地流口水 贪婪地拥抱住这些零食 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台下的观众看戏一样地望着这边 纷纷拿出了自己的零食饮料奶茶 感慨人生 觉得自己的人格在白月初的衬托下 显得高尚了不少 白月初抱着这么多零食 还不忘一把夺过屠山苏苏手中的五彩棒棒糖 把这些通通给我 我就先原谅你一下 就在这时 两只狐狸气势汹汹地朝他们走了过来 周身弥漫着青色的火焰 他们的目光凶狠伶俐 仿佛要将人生吞活泼 这是你家的宠物吗 屠山苏苏发现抓自己的人来了 又想着面前这少年法力高强 应该是个道士 于是慌慌张张地向白月初求助 道士哥哥救救我 别让他们把我抓回去 在家妖心斋一品无彩棒两打 什么 喂喂喂 帮你打退他们不应该有报酬吗 狐狸阿二可不管他们在商量什么 直接上大招 一团青色火焰从口中猛地喷出 直接冲着白月初袭来 轰的一声 青燕砸在白月初的身上 将其吞噬 形成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道士哥哥 孟二飞慌忙向王富贵求助 希望自家少爷能够救救白月初 毕竟他死了 大家都不好交代 但王富贵 丝毫没有出手的意思 他将额浅的碎发撩起 似乎早已经预料到了些什么 这时烟雾中一个模糊的身影渐渐浮现 突然腾空而起 下一秒 狐狸阿二已经被一拳击倒在里 如果你们就这么点本事 那这两大糖果也太好挣了 狐狸阿大意识到自己大意轻敌了 眼神陡然变得更加凌厉 他身形暴涨绒毛腾飞 露出了尖利的牙齿和如刀刃般的爪子 强大的竖法形成耀眼的蓝色光芒 直晃得人睁不开眼睛 周围的观众被吓得慌不择路 纷纷尖叫着逃窜而走 呵呵 法相天地 这么高级啊 话虽然是这样说 但白月初显然没把这些放在眼里 他一脸淡然 甚至没有停下舔五彩棒棒糖的动作 还不忘主托屠山苏苏 照顾好自己的宝贝灵石 这时阿大丝毫着冲向白月初 戴着法相的爪子直击他的脑袋 眼看着就要将它撕碎 只见白月初不紧不慢地抽出一张符纸 神情严肃将那符纸夹在眼前 冲着灰来的巨爪抛出 煞时间火光一片 随着爆炸升起 巨壶轰然倒下 一张小符 他竟使出了如此的威力 连人行都未修成的妖怪 根本没什么了不起 这是钱的声音 下沙篇第三集 比你们都强 一枚硬币从白月初头顶划过 他一蹦两米高 丢掉符纸腾出手来 一把抓住硬币 与此同时 阿大的攻击也迎面而来 白月初勉强躲过 险些受伤 硬币是王富贵抛出来的 不知什么时候 他站在了阿大那边 白月初 不管你是弱还是强 你的人格早就被我看穿了 少爷 钱包可以还我了吧 吵死了 我身上哪有零钱 狐狸 我们合作怎么样 阿大点了点头 一人一胡 迅速结盟 太天真了 你们以为一个硬币 就能对付我吗 白月初一手悬空 拉出了五张符纸 布下一个惊绝符阵 另外一只手 还不忘把刚刚的那枚硬币 塞进自己衣服内侧的口袋里 也许一枚硬币 的确不能对付白月初 那要是一把呢 想到这儿 王富贵立刻将手伸进了钱包 少爷 你会还给我的吧 王富贵大手一挥 硬币被尽数抛出 此刻 白月初将自己的身法发挥到极致 直体前空翻一百八十度 腾身回环转体三百六十度 托马斯全弦倒立转体九十度 他竟然一个硬币也没落下 同时还躲开了狐狸阿大的夺命连环攻击 沼子物理攻击加上火焰法术攻击将会场破坏千疮百孔七零八岁 一时之间硝烟四起 烟雾中传来了男主持聊亮的嗓音 女嘉宾们一个个稳如泰山 而屠山苏苏正站在他们后面抱着灵石观战 看到这些女嘉宾 苏苏突然想起了什么 她放下灵石掏出自己的任务单 仔细端详了一会儿 照片上的人不正是十二号女嘉宾吗 她抱起灵石迈着小腿 扑腾扑腾跑到了十二号女嘉宾的身边 这位姐姐你好 跟我去接一位哥哥吧 逃窜中的白月初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 有些疑惑屠山苏苏要做什么 正是这一分神被她身后的狐妖给追上 狐妖一个巴掌打在她背上 她直冲天花板砸了过去 当个一声撞断了眼波厅大梁 众人都被这变故吓了一跳 纷纷抬头张望 眼见着钢筋大梁随着白月初就要砸下来了 千钧一发之际 一股黄沙不知从何而来 直冲正在下坠的钢筋大梁将其拦腰斩断 不灭于沙丘之中 接着黄沙又仿佛有意识般的 哗的一下冲破玻璃 将人们裹挟其中 翻腾着落在了大厦外的空地上 王富贵与她的手下们被卡在了洞口边上 而屠山苏苏白月初和十二号女嘉宾 则被冲向了更远的地方 少爷 我刚刚突然想起来 那个小丫头是谁了 躲过一劫的众人 纷纷从黄沙中挣扎出来 孟儿菲还没脱身就在平板电脑上一顿操作 接着她高高举起了平板电脑 上面显示的正是苏苏的身份档案 屠山苏苏 种族狐妖 性别母 地质狐成 而另一边 白月初和屠山苏苏猛不定地砸上了冰冷的水泥地 这时 黄沙已然不见 她化为了一名赤童美少年 那少年戴着黑色的帽子 头发由黑渐红 居然派你这么个没用的丫头出来 屠山狐妖一族 是故意要把我的事搞砸吗 赤童少年气势逼人 屠山苏苏一脸呆萌 白月初只惦记着自己的灵石 而十二号女嘉宾安静地躺在沙床之上昏迷不醒 她的父母虽然不知道这边的情况 却也在为她另外的事情担忧不已 此刻正在城市的另一个角落 宴请道士寻求帮助 从幽儿园起 我家孩子就被一个不明妖怪不停地恐吓 这妖怪还经常出没在我家附近 让我们寝食难安哪 有时候啊 一觉睡醒就会看见奇怪的脚印 甚至会有恐怖的活体蛤蟆 被包装成礼物出现在家中 我们请了很多专家都毫无办法 有完大师法力高深 请一定要帮助我们哪 随着当的一声 桌子上堆成小山的餐盘又增加了一个 一名身穿蓝色道袍的中年男子 正坐在十二号女嘉宾父母的对面大快多一 只要把报酬准备好 一切都没有问题 另外 饭钱是你们买单吧 这是 当然 五 五十人的饭量 大富翩翩的道士站起身来 他的道袍十分宽大 下半身光着腿显得十分浪荡不羁 他大摇大摆地走到餐厅门口准备离开 但是由于肚子吃得太多 竟然被卡住了 哎 这人 真的靠得住吗 道士在服务生的帮助下 挤出了门 直奔JSTV大厦 据那对夫妻说 他们的女儿此刻正在大厦里参加节目 等道士到达目的地 映入他眼帘的就是大厦顶层的断壁残垣 以及散落在街道上的漫漫黄沙 遭遇事故的人刚刚从黄沙中爬出来 似乎并没有造成任何伤亡 少爷 这次事情闹得这么大 老爷那边 哎 有人来了 王富贵和他的手下站在大厦的洞口处观望外面的动静 恰好看到蓝袍道士走过来 蹲在路边 不知道要做什么 看到这人 孟二非以为是个胖子 反其手觉得是名孕妇 只见那蓝袍道士用手指戳起一小撮黄沙 放在嘴边舔了舔 玉水不黏不化 能使用这种腰沙的怕只有他了 绝强的西西域狐黄之子 范云飞 另一边 范云飞一脸怒气 在掌心中凝聚起妖力 白月初只顾着查看自己的灵石是否安然无恙 屠山苏苏也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 正眼巴巴的望着眼前这位高大的少年 这位大哥哥 请问您是 老子就是范云飞 敢受我的愤怒吧 范云飞 在他掌心中迅速汇集 心下不由感叹 这妖沙的确厉害 嗯 再加五打五彩吧 否则就不救你了 我死掉的话 你应该也拿不到之前的糖果了吧 你 你不应该有此等治理才对啊 两人还在认真地讨论着糖果 显然忘记了危险并没有解除 他们背后的黄沙高耸如山 像一道铺天盖地的城墙遮住了月光 沙暴中依稀可见范云飞那张愤怒扭曲的脸 臭小子居然敢妨奈我 你也去死吧 动作好快 只见白月初毫不犹豫地将灵石丢给了屠山苏苏 还不忘叮嘱一句 保护好他们 自己一个剑步直冲着范云飞的攻击赢了上去 事到如今 只好使出家传绝学了 白家终极防御奥义 也拼命护住脸 长相最重要 是由白家祖训中萌生出的神迹 只见白月初一跃而起 用两条胳膊遮住脸在半空中全曲起来 是要以身挡住这股来势汹汹的攻击 这时狂风骤起 磅礴的黄沙在空中交汇冲腾 化为无数利爪滑破夜空呼啸着席卷而来 就在攻击即将落在白月初身上的那一刹那 只听砰的一声 夜空突然归于平静 柔和的月光重又洒在了大地上 黄沙竟然凭空消散 化为了一只小沙壶 说是沙壶 看起来更像是一只脏狐 方脸长鼻 一脸酣蒙 她呆愣着从半空中直坠了下去 正在这时突然出现了一只修长的手 拎住了沙壶的后颈皮 将她滴溜了解 殿下 您今天的法力已经耗光了 说话的是一名赤童黑发的美丽女人 她穿着精炼的白色西装 看起来像一名秘书 她将沙壶抱在怀里 一脸怜惜地望着 变成沙壶的范云飞 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地待着 她纵身一跃就跳了出去 这又是什么 殿下 你要去哪儿 范云飞静止朝十二号女嘉宾奔去 女嘉宾依旧昏迷不醒 范云飞趴在她的身边 嘴角上扬 眼角溢出了两滴晶莹的泪珠 她是在笑 是在悲伤 这时十二号女嘉宾缓缓睁开了眼 首先映入她眼帘的就是那只沙壶 范云飞见她醒了露出欣慰的笑容 然而这笑容看在女嘉宾的眼中不仅诡异 还有些猥琐 女嘉宾显然受到了惊吓 丝毫没有犹豫 直接掀飞了那只小沙壶 露开 真是人间悲剧 居然对可爱的殿下动手 可爱 女秘书心疼殿下又气又闹 一记小沙铺打向了十二号女嘉宾 女嘉宾再度陷入了昏迷 混账女人老实休息吧 还有你 屠山狐妖一族 你们要为此事负责 下沙篇第四集 千年之前 屠山苏苏一听 事关自己的任务 立刻抖擞精神 屁颠屁颠地跑到了女秘书的身边 扯了扯她的一脚 一脸认真地看着她 姐姐 我叫屠山苏苏 半云飞大哥哥的原献切是我负责的 请多关照 负责 刚刚在电视台的事 我都看见了 女秘书抬手就将屠山苏苏击飞了土 苏苏毫无抵抗之力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要不是殿下拼了命使出法力 王子妃早就被你们折腾死了 对 原来是两大妖族的正道 还是不惹为妙 等她们打完再默默地问小丫头 要回我的糖果 这么弱的小妖 我根本不屑杀你 太好了 看来不会杀死她 白月初放下尚存的最后一丝警惕 走向自己的宝贝零食堆收拾起来 我要以西域湖族的名义 向你们屠山市高层提出抗议 终身取消你的在世红仙资格 屠山苏苏听到这话 脑袋一嗡 顿时不知所措 她这一生最大的梦想 就是成为合格的狐狸精啊 怎么刚刚开始就要结束了呢 只是失业而已 顺便把你揍个半死 让你知道百年之爱 不是你这种胡闹的小屁孩能承担得起的 只是揍个半死 不是全死就没关系 屠山苏苏沉浸在莫大的悲伤之中 身体不受控制的微微颤抖 绝望如同潮水般向她涌来 女秘书仰起右手 黄沙从她的指尖蔓延扩散开 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纱铺 将屠山苏苏围困起来 黄沙在苏苏四周形成利刃一般的杀柱 只需要一击就能将她包裹碾碎 我果然还是不行吗 还是不能成为一只真正的狐妖吗 就在女秘书展开着致命一击的时刻 只听轰的一声白月初冲了过来 狠狠攥住了女秘书的手腕 她的眼神冷峻目光绝绝 放过她 有事 我来 都 都不了了 你 你凭什么发号施令 就凭 我比你们都强 是妖力 强大无比的妖力 白月初的妖力一出 女秘书屠山苏苏范云飞 以及刚刚赶过来的王富贵等人 都被这股力量所震慑 就连周围的小动物也不禁闻风丧胆 一瞬间 方才还耀武扬威的女秘书 仿佛置身于冰冷幽深的寒潭之底 刺骨的寒气 刺骨的寒气 无尽的黑暗 从她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刺入全身 这种绝望让她情不自禁地想要流眼泪 她按捺住从内心深处涌出的恐惧 张黄地喊出了自己的帮手 还不快出来 四大护卫 白月初显然早就已经发现了周遭鬼鬼祟祟的人 她只是猛地朝地上一击 强大的妖力便在地面蔓延扩张 直冲向不远处的树丛之中 瞬息间随着花的水声 刺到冲天的水柱逼出了四名沙妖 他们被冲击的七魂八宿坠落在地 跌成一堂烂杀 你是在叫他们吗 我刚刚说的是比你们都强 懂了吗 我再说一次 有事冲我来 女秘书显然已经被完全震慑住了 愣在那儿一动不动 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数到三 不回答 就当你同意了 三 等等 哪有这么数的 屠山苏苏回过神来 完全没有搞清楚状况 只能呆呆地询问白月初 道士哥哥 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总之我保护了你 所以在家五大五彩帮给我吧 可是 这个月的零用钱我用光了 那 那将到下个月 得此空当 女秘书缓过气来 她看着眼前这名强大的少年 头脑转得飞快 心想 也许这个少年真的能够帮助到自己 于是指尖轻点换出黄沙 将不远处依旧昏迷的十二号女嘉宾 拖着引了过来 向白月初说明情况 这就是我们皇子妃的转世 嗯 转世 白月初自顾自拿出一根五彩棒棒糖舔了起来 女秘书点点头把一旁变成沙虎的范云飞也拎了过来 然后这是我们皇子 一听说这只憨憨的沙虎是皇子 屠山苏苏控制不住的哈哈大笑起来 这激怒了女秘书 屠山狐妖 你给我注意点 对 对不起 我是她的属下 名叫小丽 总之 这白痴小狐妖是指望不上了 这位法力高深的大人 竟一定要帮我们 有你担任在世红仙的话 一定能让我们皇子和皇子妃破镜重圆的 说着 小丽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白月初的身上 白月初一脸呆愣 并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在世红仙 那是什么 等等 你是什么都不知道 就来管这个闲事了吗 听到白月初的话 小丽与范云飞面面相去露出了无语的神经 与此同时 在距离他们不远处的一栋楼顶上出现了两道人影 竟然是两只狐妖 高的那位身穿红白鞋巾衣袍 肩绕白色胡蓉 高贵霸气 正是屠山芽芽 比她矮半身的小丫头绿毛绿发 俏皮可爱 是她的妹妹 屠山芽芽 搞得一团糟 还可以了 不完我开了好几个低顿树 才把小妹送到白月初那里 白月初法力高强 虽然声势还可以 不过是用低级的破土破金二术 打爆了地下水管而已 也算是机智过人了 我挺满意的 不过最重要的东西似乎还没确定呢 哦 对了 草丛里的那个人需要管管吗 谁理他 草丛里的人正是蓝袍道士 他已经目睹了全部经过 心中暗自得意 真是天助我也 看来西西域第一高手范云飞 已经失去法力了呢 哈哈哈哈 富裕的人生在向我招手 而此刻 小丽已经在白月初的强烈要求下 带他们来到了一家高级饭店 白月初点完餐后便开始大快朵衣 小丽正今微作 为他们讲述起西西域胡皇子范云飞 与十二号女嘉宾的前世姻缘 那是一千多年前 大漠黄沙的西西域胡族 正在经历一场劫难 一群女劫匪正肆无忌惮地 抓捕着西西域的沙狐 满载而归的女劫匪 正从装满沙狐的笼子里 提出一只小沙狐炫耀给众人看 胡族被人族掳掠 西西域的胡皇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但这一次 年迈的胡皇显然有自己的如意算法 劫匪迎寨衣衫而建 就在迎寨上空的悬崖上 一名续着白胡子的老人 与一个小女孩正趴在边上 暗中观察着下面的一举一动 小女孩指着迎寨愤愤不平 这两人正是胡皇与年幼的小丽 皇上就是这帮人 把我们的兄弟姐妹抓起来了 天理循环祸福相依 所以儿子 你的机会来了 说话间 他一把从身后抓出了一只神情呆愣的沙狐 这沙狐看起来不是很聪明的样子 被胡皇倒提着尾巴 却一点也没挣扎 只是纳闷地看了一眼自己的父亲 很显然 他完全没有理解自己的父亲想要自己做什么 小女孩见状立刻凑到了他的耳畔 低声细语的解释 只要皇子殿下救出这些族人立下大功 族里的长老大臣就不会因为殿下白痴 而反对殿下继承皇位了 小沙狐听了之后 微微睁大了眼睛 好像是在怀疑计划的可行性 又或者压根就没有听懂 看着这憨憨的皇子 小女孩情不自禁地担忧了起来 不过贸然让殿下去救人 万一被当成普通沙狐 扒了皮 放心 朕有一计 只见这位年迈的胡皇抓着小沙狐的尾巴 不顾他的嗷嗷嚎叫 猛地将他扔下去了 随着嗷的一声 小沙狐直直坠入劫匪营地的一顶帐篷 哎 皇上 真的没有问题吗 朕已经输给他腰力 现在皇儿已经变成了可怕的存在 嬉戏欲胡皇 信心十足地看着下面 似乎对自己的计划一点也不担心 但很快 他们就会发现这是一口毒奶 山崖下面 只听得营帐中老妇大呼一声 女匪们纷纷冲入营帐内一探究竟 帐篷内一脸褶子的麻婆震惊不已地看着自己的床 床上躺着一名赤身裸体的美少年 她的神情呆愣似乎对自己的净框一无所知 那少年披散着一头黑红发正是胡皇之子范云飞 她手中还握着一个装得鼓鼓囊囊的紫色带子 麻婆看着眼前的美少年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扭过头看向赶来的姑娘们 女劫匪们立刻一窝蜂地涌了过来 围观起这名天降游物 下沙片第五集 一梦 听着下面人类的乌言晦语 山崖上埋伏观望的小女孩早就担心不已 她一脸怀疑地看向了身旁的胡皇 皇上 这就是您的计谋 让我儿子伪装成人类 去向他们购买我们被抓的全部族人 这个计划太完美了 可是皇上 要是被劫菜劫色怎么办啊 没 没这么惨吧 果不其然 范云飞已经被关到了一个竹边的大笼子了 那笼子内有十多个人类男子 范云飞蹲在其中 双目呆滞 一脸茫然 显然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处境 女匪们纷纷感叹 这男子的货色很好 长得非常英俊 可以卖个好价钱 更让他们赞叹不已的是 这美少年出现时 还拎着一大袋子钱 连人带钱送货上门的服务 让人忍不住给个好评 把它交给我 说话的是一名身穿红衣红裤的女人 她浓密全躯的头发黑如墨 光滑饱满的皮肤白如雪 鹅赤眉挑了挑 蝴蝶唇装娇艳欲滴 小眼聚光 坠肉抖擞 走起路来地动山摇 一个五百多斤的胖子 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她盯着笼中无知无味的范云飞 吸溜了一下鼻涕和口嘴 领了命令的手下自然不敢怠慢 转眼间 范云飞就已经被裹好被子 送进了女老大的闺房 女老大正斜矣在床边 一脸期待地等着她 来吧少年 女老大眯起眼睛笑得猥琐 范云飞双目呆滞面无表情 猴头挤出咕噜一声 虽然她不知道自己要遭遇什么 但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妙 外面悬崖边上暗中观察的胡黄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 被送进了大帐 不由得服恶叹息 唉 怎么会这样 直接进入第二阶段吧 小女孩立刻吹响口哨 一声令下 早已埋伏在四周的西西域狐族成员 便嗷得嚎叫起来 声音此起彼伏颇有士气 接着 一只只沙狐搜搜地从山崖上跃下 誓要为解救同族而战 一波又一波的沙狐涌入迎寨 与人类歹徒撕打了起来 兵戈操起 黄沙飞舞 现场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 胡黄站在高处摇起呐喊 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傻儿子 塑造英雄形象 殿下在为我们指明方向 在殿下的带领下冲啊 殿下只能算是诱饵吧 大帐内的女老大耳闻外面的动静 不慌不忙地从床头边 掏出了一颗冰蓝色的珠子 那珠子悬浮在她手中 水波流转荡漾 将女老大的脸映照出蓝色的光芒 她嘴角勾勒出诡异的笑容 显得格外邪恶恐怖 外面的这些是沙狐吧 冰蓝色的珠子似乎勾动了天雷 方才还晴空万里的蓝天 顷刻间便阴云密布 雷蛇穿梭在乌云间 发出轰隆隆的声响 随即大雨倾盆而下 女老大掀开连杖 身披红色衣帛 头发肆意翻飞 一副唯我独尊的模样 你们都很怕水吧 完了 没有点衣仗 哪敢在沙漠走啊 都睁开眼瞧瞧 这是什么 这时 这颗冰蓝色的珠子再显神通 刹那间招雷不已 将所有的沙狐 淋成了一堆笨重潮湿的沙驼 女劫匪得意的大笑了几声 这可是我千辛万苦得来的 不好 居然是千年玉水珠 正是我族克星 那怎么办 快救殿下呀 皇子被抓 突袭惨败 胡族部下如今皆被黏在地上 任雨水冲刷 丝毫动弹不得 胡皇看了看周遭 意识到自己已经毫无胜算 果断选择战术撤退 回家从长计议吧 那时候殿下已经是残花败流 然后被卖掉了 小女孩死死拽住胡皇的袍子 为拯救自家殿下做着最后的努力 这场突如其来的骚动 并没有折损女老大的雅兴 她心满意足地掀开连杖回到屋中 闪电在她身后骤然亮起 让人看不清她的模样 却能看到那双蹦射出邪恶光芒的眼睛 你逃不出我的手心的 小甜心 啪的一声 女老大突然被一脚踹飞了出去 这时卷在被子里难以动弹的范云飞 挣扎着抬起了头 看到了一名英姿飒爽的女将 站在了大帐门口 那女将身穿绿色镜装 银色铠甲在月光下熠熠生辉 橙色卷发扎成马尾 随风飘逸 她手提一柄泛着寒气的长枪 辟逆而立 这就是范云飞关于那日事件的最后记忆 大概就是这样的 现在您清楚了吗 饭店内 小丽讲述着殿下与皇子妃的初遇 正沉沉于回忆感慨万千 回过神来 抬头看了看对面的人 白月初正专心致志地吸溜着意大利面 坐在她身旁的屠山苏苏 则用菜叶子逗弄着变成了沙湖的范云飞 三个人看起来都没有认真听的样子 而为了防止十二号女嘉宾反抗 她在昏迷的时候就被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 额头上还贴了一张隐身符 这样就不会引人注意了 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听 很显然 只有女嘉宾听了进去 她挣扎着身子扭成一团叫嚣着 干嘛把我绑起来 还让我听这些乱七八糟的故事 白月初可不管这个 她好不容易蹭到了一顿免费的大餐 可得好好吃一顿补一补 这会儿她吃光了一面 又把服务员叫了过来 指着菜单上惊爆价2888的小龙虾 这个价格惊艳到了白月初 也惊吓到了小丽 不准再点了 还想打包来着 小丽扫了一眼餐桌上的空盘子 为了自己的钱包着想 她决定迅速开始办正事 她掏出了一枚刻有尖字的玉佩 催动法术便从玉佩中心衍生出了四四方方的轮廓 越来越大 直到将在座的几个人完全笼罩在内 我们现在处于监狱展开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 外人看不见里面的真实影像 高级货真有钱 请客吃饭什么的我也做了 现在可以开始做点事了吧 白月初也吃饱了 也该履行自己的承诺了 她探过头来 静待小丽提出要求 小丽却看向了屠山苏苏正色道 白痴小狐狸 快告诉大仙 狐妖一族在世续言之法 这时 屠山苏苏正将一个丸子塞到嘴里 一脸天真的点了点头 屠山苏苏摁了好一会儿 最终挠了挠头 尴尬的笑了笑 我 我还没有完成学会 我要宰了她 小丽勃然大怒拍案而起 就要冲向屠山苏苏 白月初见状 为了自己的灵石 尽职尽责地挡住了小丽 屠山苏苏却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她的愤怒 自顾自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名为 狐妖初级教学光盘的东西 将它展示给了众人 好多好多地方都不懂 不过我把教学光盘带来了 如果是道士哥哥的话 一定能看懂的 说吧 屠山苏苏启动光盘 光盘绽放出了蓝色的光芒 接着一个全息投影的狐妖女孩便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这女孩正是先前出现在房顶的那名绿发少女 屠山苏苏 初次见面 下面由我来给各位介绍在世续缘 爱无将界 所以人妖之恋也是一种正常的存在 可妖瘦长而人瘦短 眼见人即将去世 妖却只能独活 而屠山狐妖一举功课了这个难题 只要诚心向苦情术启示 以妖与人相爱的记忆和部分妖力作为祭品 封入自己的法宝中 再借助狐妖之地把此法宝一分为二 人类手持半个法宝死去 法宝就会随人的灵魂一起轮回转世 转世的人会带着这半个法宝出身 只要再借助狐妖的帮助 让人和妖恢复记忆就能再续前缘 怎么样 痴情的妖精们还等什么呢 快来订购这套服务吧 终于 和什么都不会的屠山苏苏打了这么久的交道 猛地看见一个能把话说明白的屠山狐妖 小丽感动得热泪盈眶 太好了 就是这个 累死我了 呃 狐妖的帮助是指什么 就是道具以及妖力哦 请消费购买 再见 哎 哎 已经买了 已经买了 我已经买好了 白月初一听要花钱 毫不犹豫就拒绝了 小丽见状赶忙拉住了她 从背包里掏出了一个精致的黄色木盒 木盒上刻有碧绿的九尾狐纹样 她打开盒子 从中取出了两把木制锤子 锤子上同样也刻有九尾狐花纹 哎呀 居然是一梦锤 这个很贵耶 不过很方便 只要往这个锤中注入狐妖妖礼 敲进男女双方的头部 钱是爱的记忆就能恢复哦 太好了 小丽喜出望外 她一手一个木锤递给了屠山苏苏 准备让这位小狐狸拿着小木锤 给自家殿下与皇子妃一人一锤 好唤醒两人爱的记忆 这时 白月初却突然滴溜起屠山苏苏的后衣领 给激动的小粒泼了一盆冷水 你觉得她会有妖粒这种东西吗 下沙片第六集 黄子妃 屠山苏苏倒也不死心 顺势接过了锤子 在范云菲小沙湖和十二号女嘉宾的头上 同时敲了一下 等了半晌 果然毫无反应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钱白花了 如果这小锤子很贵的话 可以待会偷偷拿走卖掉 白月初这么想着 从屠山苏苏手中拿过两个小木锤 装模作样的一手一个 也象征性的敲了一顿 谁也没想到 一梦锤竟然生效了 一锤下去 十二号女嘉宾和范云菲的表情 瞬间变得呆滞 无数画面涌入了她们的脑海 那名英姿飒爽的女将 孤身一人在血雨腥风中力挽狂澜 光影婆娑随着她最后一击出手 敌人轰然倒下 经此一战 女将也早已遍体鳞伤 然而她的眼神依旧凌厉 渐渐的 十二号女嘉宾似乎认出了沙湖范云菲 而范云菲也凝视着面前的女人 久久移不开视线 小莉看着此情此景不由激动起来 好像有笑啊 继续笑 啊 这也行啊 白月初和屠山苏苏 也都是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苏苏没有料到 白月初真的能够使用狐妖之力驱动一梦锤 而白月初也有些意外 自己不过敷衍了是随手一敲 竟然还真的有笑 这时只见白月初嘴角上扬 高高扬起了手臂 接着两个木锤就如同密集雨点一般 啪啪啪地打在了范云菲 与十二号女嘉宾的脑壳上 小莉看着眼前的一幕 回忆起白月初先前发动妖力时的骇人模样与强大气场 不禁打了个激励 正在他困惑不已时 一名胡子拉叉的道士从他身边掠过 在空中划出一个帅气有形的剪影 这小子为何能驱动狐妖一族的独盗法宝 莫非之前的那个是狐妖之力 不是 此人的头脑机智相貌英俊 基因遗传了一身上号基因 和狐妖之力没有半毛钱关系 此人正是那名蓝袍道士 道士直奔白月初的零十二年 落在了屠山苏苏的边上 自顾自端起了那些糖果盒子 一副正气凛然 道行高深的模样 贫道白求恩 受这位女士的父母之命 特来请几位妖怪 不要再缠着他了 自称白求恩的道士 用下巴指了指被砸着脑袋的十二号女嘉宾 单手撕开了一条饼干 小丽恐其来者不善 挡在了范云飞和女嘉宾面前 戒备起来 随时准备发动妖力 白月初还在不遗余力地做着机械运动 至于苏苏 则是一脸呆萌 完全不知道现在又是什么情况 我已经调查的一清二楚 范云飞失去妖力 无法再世袭皇位 并且被放逐 现在无财无事 想跟我斗 门都没有 你 你想干什么 趁人之危 我没有这位小道士大仙帮忙 小丽一听自家的老底都被人查出来了 紧张得直冒冷汗 白求恩却冷笑一声 就要把小饼干塞入嘴中 他绝对不会帮穷光蛋的 是吧儿子 老爸 放开那些糖果 白月初的脸上渐渐浮现诡异的微笑 尤其是在他看到白求恩嘎吱嘎吱地吃起小饼干的时候 他瞬间血气上游 怒气之飙声 手下也不自觉地用力敲了下去 只把女嘉宾和沙湖范云飞敲得差点嫁喝西去了 爹下 白求恩咧嘴一笑 还没反应过来 自己的脸变硬生生地吃了一剂重拳 咚的一声 巨大的惯性让他撞破了饭店的墙壁横空飞了出去 即便如此 他仍然不忘初心 死死地抱着怀中的零食和糖果 而白月初紧随其后 也跟着飞鱼而出 你以为爸爸是会抢你糖果的人吗 你就是 你居然打爸爸 爸爸太伤心了 需要吃糖来缓解心中的忧伤 滚 那是我的 这时 两人同时出击 在半空中打得不可开交 场面当真是负辞子孝 小莉担忧地看着远处两个活跃的身影 一时之间充满了迷茫 正在这个时候 被木锤敲地撞在地上的女嘉宾居然醒了过来 她用小臂撑起上半身 束缚着自己的麻绳与此时全部断裂开来 她的表情悲壮 眼神中充满了悲愤和绝望 额头鲜血淋漓 流过脸颊 混合着泪水滴答地落在了地上 范云飞 你为什么要唤醒我 她的记忆显然已经恢复 可是看起来 情况好像变得更糟糕了 然而 饭店外的形势也没有好到哪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 白求恩已经被白月初打出了一只乌青眼 鼻血狂流还吐了血 白月初同样也吐血三声 眼睛疼得睁不开 在一番搏斗之后 白月初总算是仗着年轻力壮有了些许的优势 将自己的老爸摁在地上摩擦 并试图抢走他怀中的零食 两人的斗殴引起了路人的驻足为观 他们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着这一幕 甚至还有人掏出零食边吃边看 儿子 百善孝为先 少废话 臭老爸 这个臭傻狐不过是个破产的穷鬼而已 你帮他没有意义的 重点不在这里 你要是再不把这些糖果交出来 我就用这张符贴你了 白月初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他举着一张符纸 拼命往白球恩脸上贴 白球恩一手抵抗 一手还紧紧抱着糖果死也不放 这时他突然睁大眼睛 泪眼婆娑的看着白月初 一副楚楚可怜柔弱的不能自理的模样 试图唤起儿子泯灭的孝心 老爸太伤心了 你居然用惊天霹雳无敌高阴儿童犯罪精神服 对付老爸 哼 把你那可怕的表情收起来 白月初当即立断给了白球恩一巴掌 用最暴力的方式让他变得正常起来 白球恩挨了一下 意识到卖蒙无效 突然正色起来 端坐在地上 唉 此次生意其实凶险无比 可老爸依然这么执着地去做 那是因为老爸得了觉症 拿着符纸正准备给自己老爸正义制裁的白月初 动作一顿停了下来 所谓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唏嘘玉皇子即使落魄至此 依旧非常危险 老爸甘冒其险 只不过是想 老爸只不过是想去那个世界之前 多给你留下一点财产 白球恩说到这里 情不自禁的泪流满面 白月初突然一脚踩在了白球恩的脑壳上 少恶心了 不把他落浇出来 我就添福了哟 我知道我这么说你也不会相信的 梁氏乃身外之物 拿去吧 一个将死之人 却得不到自己最疼爱的儿子的信任 我只是想着 离死之前看一看儿子的笑脸 别这样老爸 虽然你平时很刻薄但 眼见灵时就要到手 白球恩的可怜样 终于让白月初有些不好意思的 移开了目光 只见这时 白球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从白月初手中抽走了那张符纸 毫不犹豫贴在了儿子的脑门上 白月初顿时无法动他 白球恩大获全胜 抱着零食转头就跑 冲回了饭店 跟老爸比你还嫩了点 白月初半蹲着一动不能动 先前拿着符纸的手空空如也 仿佛比了一个夜 他的滑稽模样引起了更多人的围观 有小女孩觉得好玩 还来敲敲他的腿 扯扯他的衣服 此时此刻 饭店内的情况愈演愈烈 比白月初父子的护鸥还要凶险几分 沙狐范云飞被人一拳击飞 重重撞在地上 而打他的人 正是回忆起前世记忆的十二号女嘉宾 女嘉宾浑身散发着橘色的强大妖气 双眼含泪一脸的悲愤 三明飞 我全部都想起来了 你这只剑立妄义的臭狐狸 居然还敢回来找我 殿下怎么可能是这种人 殿下为了你苦苦追寻了几百年 为了我 是为了她的皇位吧 你说够了没有 臭女人 小丽见眼前这女人 不仅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自己的殿下打成重伤 还污蔑她的痴情和真心 顿神怒火中烧愤而出击 沙狐范云飞见秘书要对自己心爱之人出手 也露出了焦急的神色 能敢无礼 只见女嘉宾头发肆意翻飞 妖气陡然大增 汹涌而出 面对来势汹汹的小丽 她不慌不忙地伸出右手 小丽手中汇聚起狂杀正要出击 女嘉宾一个瞬移落在她面前 仅手刀凌空轻轻一划 竟将小丽的身体一分为二 我可是王子飞 小丽一脸错愕 顿时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 连呻吟声都没有办法发出 她在空中停滞了几秒 努力凝聚起自己的妖力 却发现一切都是枉然 她的眼神变得绝望 逐渐失去了光芒 最终只能任由身体化作一棚散沙 落在地上 自称皇子妃的女嘉宾 看着自己手中残留的黄沙 嘴角勾勒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 看着相处了这么久的秘书姐姐 突然变成了沙子 一旁的屠山素素惊慌起来 连忙跑到这堆细沙旁边查看 见秘书真的一点人样也没了 焦急地哭了出来 怎么办 秘书姐姐死掉了 下沙篇第七集 继承王位的条件 怎么办 秘书姐姐死掉了 正在屠山素素手足无措的时候 饭店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告诉屠山素素 小莉是沙妖 只要把她堆起来就能恢复 苏苏恍然大悟 立刻从饭店里找来一把小铲子和一个水桶 对着这个沙子忙碌起来 没过一会儿 她硬凭借自己高超精湛的工艺 将这滩细碎的沙子堆成了一个宏伟的沙雕 这个沙雕有着肥胖版小莉的脸 可是本该是身体的部分 却绵延出了一座圆溜溜的小城堡 女嘉宾对着饭店外面斥责 这时 躲在树丛中的四大护卫 纯纯缩了起来 并开始互相甩锅埋怨 这么容易解决的沙妖 大小姐真厉害 我就是令尊请来帮忙赶走他们的英俊道士叔叔 此刻 白求恩也终于赶回了现场 对女嘉宾阿谀奉承 说到这儿 她还不忘掏出香水一阵猛喷 在一番搔手弄姿之后 摆出了一个自以为英俊非凡的造型 而女嘉宾毫无波动 一脸冷落 好冷淡 现在都不流行俊叔叔了吗 白求恩发现 活已经被女嘉宾干完了 自己什么事也不用做 就可以坐在地上收钱 遇上这等好事 白求恩怎么会放过这个机会 她拿出了一个袋子 准备将重伤的范云飞 与被打成散杀的小丽一并抓起来 总之呢 抓了这两只沙狐妖 我就能成为富豪了 成人之位 卑鄙 你要抓走范哥哥和秘书姐姐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关键时刻 涂山苏苏挺身而出 英勇地挡在了小丽与范云飞的身前 然而这样的英勇却没什么用 只见白求恩走到苏苏面前 毫不犹豫地敞开麻袋口 套在了她的头上 然后麻溜地装好打包 一脚踢飞 动作行云流水 一气呵成 接着她又掏出了一个贴满符纸的大麻袋 将小丽与范云飞装了进去 一把扛在肩头 搞定 我们回去吧 大小姐 而女嘉宾却无暇理会她 她看着麻袋里的范云飞 脑中浮现出了刚刚恢复的记忆 千年之前 她闯进劫匪营帐后 只一枪便将劫匪头子打倒在地 兵灵雪枪 原来是兵将军丽雪阳 我们买卖人口是不对 请您高抬贵手放了我们吧 饶是方才威风八面的女老大 见到声名赫赫的丽雪阳 也不禁求饶起来 丽雪阳丝毫没有理会落败的劫匪 转而看向了被棉被裹成粽子的范云飞 你没事吧 范云飞刚刚化成人形不久 仿佛是个傻子 自然是无法理解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不过她唯一知道的便是 这名英姿萨爽的女将军救了她 丽雪阳看着范云飞英俊的面容 情不自禁地脸红了起来 甚至松开了握着枪的手 捂住自己发烫的脸颊 好劲啊 这时 倒在一旁认命的女老大 看到了那把落在地上的长枪 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她记上心头 趁着丽雪阳抱起范云飞离开的空档 左手拿出玉水珠发动力量 营帐外不远处的湖水便混着天地之间的雨水 席卷成巨大的浪潮奔涌而来 冲到了女老大的身后 她右手操起冰灵雪枪 凝水为冰 形成一面齐刷刷的利刃之墙 见她长枪向前一挥 冰刃飞射直冲着丽雪阳披天盖地而去 丽雪阳没料到被人偷袭 一时间猝不及防 只能将范云飞抱在怀中 尽可能地保护她不受伤害 用自己的后背挡住了所有攻击 没想到大名鼎鼎的冰将军会败在我手里 无数冰刃刺中了利雪阳的脊背 她呕出了一口鲜血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事已至此 饶是蠢笨如范云飞也弄明白了一件事 那就是救她的人现在身处险境 她必须做些什么 有了保护他人的欲望 范云飞呆滞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 她变身沙壶从利雪阳怀中争出 任由冰刃穿过自己的身体直冲着女老大而去 毫发无伤 你也是沙妖 沙壶怕水但并不怕冰 所以这些攻击对范云飞并没有效 冰刃打到范云飞身上 就像打在沙子里一般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她落在女老大眼前 一口就夺走了女老大手中的玉水珠 随着咕嘟一声 沙壶范云飞毫不犹豫 便将玉水珠一口吞下了肚子 女老大看着眼前的一幕 顿时愣住了 臭狐狸 你给我吐出来 女老大怒火中烧 直起长枪 就挥向了沙壶范云飞 可长枪突然悬在了身后的半空 再也移动不了封号 渐渐的 她感受到背后肆意生腾起的杀气 冷汗顺着脸颊就流淌了下来 此刻 丽雪阳正紧紧握着属于自己的兵临血腔 神兵归位 神威四己 胜负已定 这场纷争终于落下了帷幕 劫匪被捕 而那些被她抓回来的杀狐与奴隶 也都重获了自由 阳光之下一片自由欢心 范云飞又化为了人形 裹回被子中 与丽雪阳并肩而立 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们的货物品种还真是丰富啊 说到这儿 丽雪阳偷偷瞄了一眼身旁的美少年 脸又红了起来 谢谢你帮忙 你是沙狐妖 范云飞目睹地点了点头 你吃了玉水猪没什么问题吗 闻言 范云飞迷茫地想了想 她不知道这个玉水猪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也不知道自己吃了这东西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不过她并不在意 正在这时 躲在暗处偷偷观望的老胡黄突然跳了出来 指挥着沙狐喽喽们在范云飞的头上开了一个大彩球 彩球炸开彩带飘扬 上面写着登基两个大字 乌尔成功解救了族人立下大功 大家一起来恭喜乌尔登基吧 这时无数沙狐涌现蹲坐在了他们的周围疯狂鼓掌 胡黄为了让自己儿子顺利登基也是煞费苦心 眼看着就要成功 沙狐长老的出现却搅了局 他们认为范云飞是在力雪阳的协助下才成功剿灭了劫匪 救回了族人 并不是独立完成考验 所以不合格 只有两个人结婚 我们才能让范云飞继承王位 回忆至此戛然而止 女嘉宾得知了自己前世的身份 她露出无奈又略带悲伤的表情 似乎已经平淡地接受了这一切 所以你就为了继承王位 就做了那些事情吗 事已至此 把她抓回去又能如何呢 一切早已经在千年之前尘埃落定 所有自以为的温情默默 不过是为了得到荣华富贵而点染出的虚妄云烟 而云烟之后的真相 如此惨烈而现实 根本就令人无法面对 丽雪阳挥了挥手 转身离开 把范云飞揍一顿 就放了他们吧 大小姐 那说好的报仇 我叫我爸给你了 白求恩一听 还有这等好事 于是将范云飞怒揍了一顿 便急匆匆离开 由于这一切 都是在小丽布下的监狱空间中发生的 饭店内的人并没有目睹这些经过 但也纷纷意识到哪里不太正常 这时 屠山苏苏和白月初穿过人群 回到了监狱空间 原来 苏苏刚刚正好被白求恩丢到了白月初附近 她挣脱麻袋束缚后 在白月初的艰难引导下 为其取下了符咒 见白月初的脸被路人小孩用记号笔画得乱七八糟 苏苏找来毛巾认真地帮她擦拭起来 而她们旁边 小丽正抱着被揍得鼻青脸肿的范云飞 鸣鸣哭泣 殿下被打得好惨啊 呃 说起来你们是破产了吧 嘘 小丽紧张的是以白月初不要乱说话 不过为时已晚 方才还藏头鹿尾的四大护卫 此时倒是纷纷站了出来 煞时间将小丽团团围住 原来是破产 哦 难怪我们已经五十年没收到工钱了 就是啊 怎么能这样去 给我们个交代啊 给我们个交代 是 混账 你们身为臣子 怎么能对殿下没信心呢 只要殿下复原了完整的身体 就能夺回王位 说是迟那是快 范云飞竟然变回了人形 只不过这人形的他不仅赤身裸体趴在地上 还一脸痴呆 一副虚脱无力的样子 四大护卫一看 只觉得跟这俩人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转身就走了 这人形也没什么了解 就是啊 行了 撒伙吧 对不起 我不是慈善家 帮不了破产的人 白月初也对这群穷鬼失去了兴趣 静自离开 小丽心中一惊 但还不等他开口挽留 只见涂山苏苏一个剑步冲到了白月初的身前 紧紧地抱住了他的大腿 不行 道士哥哥不能走 你不是答应要帮我完成任务的吗 喂 你搞清楚 你给我的报酬已经全被抢了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面对白月初的神逻辑 涂山苏苏抱着他的腿哭得不能自已 这时白月初突然想到了什么 转过身蹲了下来 你一共欠我七答一品五彩棒 快写个欠条 等你下个月拿了零花钱就还给我 涂山苏苏觉得 道士哥哥一定是愿意帮助自己了 毫不犹豫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谁知他刚写完 白月初就举着欠条溜走了 你还真答应他了 你还真答应他了 他这是哄骗幼女 下沙编第八集 狂自行宫 白月初才不管那么多呢 好不容易哄得小妖狐松了手 又拿到了欠条 那还不抓紧时机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然而 他刚刚蹦出饭店拥抱自由 一张纸就迎风贴到了他的脸上 他伸手取了下来 只见是一张通缉令 通缉令上画了一张奇丑无比的脸 旁边还标着画师王少 定睛一看 纸上写着两行大字 千古罪人白月初 悬赏五十元 再抬头一看 街道上三五成群的西装男 正在一边吆喝着一边散发通缉令 白月初心呼不好 火速掉头跑回了餐馆 对着绝望的小莉和屠山苏苏 露出了一副想开了的笑颜 看你们这么可怜 我决定帮你们 你们能不能也帮我一个忙啊 转眼间 只见屠山苏苏和抱着沙湖范云飞的小莉 一起走在了大路上 旁边还跟了一只引人注目的 棕熊卡通不偶 一行人小心翼翼 想要尽量避开一切盗蒙的耳目 通缉了通缉了通缉了 通缉了通缉了 千古罪人白月初 大家不议了 大家不议了 宣赏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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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天空也出现了数十架飞船 千古罪人白月初几个大字 宛如弹幕一般穿梭在人世间 小莉看着眼前的阵仗 不由感到诧异 你到底跟一击道蒙的王家有什么仇啊 哼 说到跟他们的仇恨 与此同时 王富贵顺藤摸瓜找到了丽雪阳的家 企图通过丽雪阳入手 捉拿擅自跑路的白月初 王少爷 请问您有何贵干 开门见山吧 我们再追捕一个人 而这个人昨晚在电视台和你女儿一起消失了 我希望你女儿 出来给我们提供线索 抱歉 我女儿去了电视台后 一直没回家 话音落地 丽雪阳突然推门进屋 静止穿过客厅 一言不发 王富贵瞥了他一眼 一个箭步冲上去 拦住了丽雪阳的去了 哼哼 小姐 快告诉我们白月初在哪里 跟我们一气道蒙作对 可没有好结果哟 只见丽雪阳眼神中满是不屑 一拳打在了王富贵的脑壳上 气势汹汹地走回了自己的卧室 只留王富贵一个人趴在冰冷的地上 今天别让我娘 面对如此凶狠泼辣的丽雪阳 就连王富贵身边的保镖们 都有些手足无措 孟二飞扶起自家少爷 不禁担忧 少爷 没想到这女孩有如此高的妖力 这下该怎么办啊 王富贵擦掉鼻血 从地上缓缓站了起来 他目光灼灼地看向远方 胸有成竹 用智慧 只要成为他的爱人 就能轻易打听到秘密了 自诩为本城第一泡魅王的王富贵 正摩拳擦掌 准备施展色诱之术 与此同时 白月初一行人 终于绕过了人群 在房屋之间飞檐走壁 朝着皇子行宫赶路 白月初即便穿着臃肿的玩偶服 依旧身轻如燕 完全没有顾忌徒山苏苏 小短腿的艰难追随 一路上 小丽算是弄明白了 一气道蒙通缉白月初的原因 一气道蒙把白月初从小监管起来 就是计划将他嫁掉 他们有告诉过你和谁结婚吗 没有 这时身后传来了一阵弱弱的求救声 白月初他们转头看去瞬间无语 只见这位屠山狐妖双手挂在飞檐上 双脚拼命乱登 满脸黑线的白月初只好折回来 将这只小狐狸背在背上 带他一起走 总之他们极为保密 听说是五百年的大计划 所以他们会不顾一切的来抓我 小丽抱着范云飞 听着白月初的坦白 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隐隐感觉自己似乎请了一个不得了的大麻烦 这听起来似乎是很严肃的事 总之呢 我帮你避开一七道蒙的追捕 你帮殿下找回皇子妃 才没有那么便宜你们呢 解决问题要从根本出发 那你想怎么样 女人和钱 我要能结婚的女人和够结婚的钱 白月初脑补着自己穿西装取美人的甜美画面 又有白富贵在一边计划落败一蹶不振的样子做陪衬 他脸上逐渐露出了邪恶的笑容 只要我成功私自结婚 就等于破坏了一七道蒙五百年的计划 想到他们哭的样子就过瘾了 真是伟大的志向 殿下的行功到了 我们进去详谈吧 狐足皇子的行功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这时一行人完美落在了一片粉色屋顶上 只见小丽小心翼翼地将范云飞放下 接着她掀开了一块瓦片 同时用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块红毯 郑重其事地扑出了一条路 场面十分隆重 隆重中又带着些许滑稽 尤其是当范云飞这只沙壶还有模有样地 踩着红毯跳进洞里的时候 这一切来得太快又如此自然 白月初和屠山苏苏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 这 这也行 你们跟着殿下进去 白月初背着屠山苏苏走在红毯上 一种不祥的预感席卷而来 是我的错觉吗 感觉周围的东西都变大了 有 有吗 事实是 不是周围的东西变大了 而是他们变小了 毕竟一个破产的沙壶皇子能有多少钱呢 能够凑合用一些法器来把自己变小 然后随便谁家阁楼上弄一个纸壳子 用彩笔画上些许的皇家图案 进而从根本上解决租房问题 做皇子嘛 就算破产了也要有气派不是吗 欢迎殿下回宫 沙壶范云飞昂首挺胸地走进了纸箱内 西西域皇族王子行宫 纸箱特供版就此完成 白月初闻到了扑面而来的穷酸气 她面无表情地扭头离开 啊 我们的协议出现了危机 这里只是临时的行宫了 临时 小丽说完一把扯出了一塌花板 自豪而又耐心地介绍起西西域皇族的房产来 这是我们西西域皇族的房产 西西域皇族的领地奢华的沙漠皇宫一看就气派非凡 通体闪烁着金钱的光芒 紧接着小丽又拿出狐妖美女的亮照 这里的每一个西西域美女都可以做和亲使用 自由城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金钱雇 三样全都要 白月初体内的小宇宙瞬间就爆发了 美女当前钞票招手 白月初瞬间元气十足 干劲爆棚 开始工作吧 加油 白月初又往后翻了翻照片 发现事情好像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后面两张照片是什么意思 我来看看 这张是犹豫不能继承王位又赖着不走 被赶出王宫的纪念照 这张是妹子们抛弃我们而去的纪念照 小丽话音落地 白月初刚刚点燃的小宇宙瞬间就熄灭 她当即立断 扭头就躺在了地上 被消极之神笼罩着 不 干 了 只要我们夺回王位 一切都会回来的 精明如白月初 能相信这种鬼话吗 真以为谁画的饼都能吃呢 白月初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敌不动 我不动 没钱 别想鬼推磨 小丽绝望地抓起了一旁无辜的屠山苏苏 快让你道士哥哥帮帮忙啊 我 我们才刚认识 白月初颓废地躺着 无意间透过地上的缝隙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丽雪阳 爸爸也真是的 怎么随便让陌生男生来家里 就这么担心我家不出去吗 不过也是 每次相亲都会发生莫名其妙的事 都是范云飞这个臭狐狸害的 白月初盯着楼下的丽雪阳 似乎明白了什么 她用目光审视着坐在一旁 一起偷看的范云飞 原来是在丽雪阳家房顶上住的草啊 白月初叹息了一声 隐约明白了 哎 总之呢我大概清楚了 这女人上辈子救了你们的族人 而这只挫土狗想要追到她 然后以我可是你们救命恩人的老公为由 来获得继承王位的资格吧 好厉害 居然懂了 大师哥哥好厉害 白月初心里打着算盘 虽然这土狗破产又被人撵出皇宫 但如果这些都是真的 那么也就是说只要帮她续缘了 她大概率也是付得起报酬的 可自己要是就这么甩手不干了 那才真的是做了赔板生意了 想到这儿 白月初拿出了之前的一梦锤 有点跃跃欲试 此事想想也简单 只要用这锤子不断敲击两人的头 直到回忆起全部记忆就行了 有这么昂贵的锤子 真方便呢 易梦锤 由女娲补天炼时之柴火所致 敲击可以让人回忆起前世的记忆 售价五十万 白月初看着手里这两柄木锤 心痒了起 不如偷偷拿去卖掉 你一定在想坏事 下沙篇第九集 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白月初看着面前的小丽 又看了看手里的易梦锤 突然觉得 其实她们俩直接结婚 卖掉锤子当聘礼 好像比她帮范云飞续言后登上皇位靠谱多了 绕那么多弯路干嘛 这么一通操作下来 不就老婆和钱齐活了吗 不如你嫁给我吧 我们卖掉锤子私奔吧 小丽的脸迅速扭曲了 想都别想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氛围中 天空却开始飘起了玫瑰花瓣 此时楼下的丽雪阳也被这种浪漫所吸引 她推开门来到天台 抬头看见一个纯白硕大的气体飘浮在半空中 玫瑰花瓣洋洋洒洒地飘落下来 只见王富贵正拿着一束艳丽的玫瑰 从汽艇上奔向丽雪阳 漫天的玫瑰雨静静落下 潇洒英俊的贵族少爷拿着花从天而降 这只有在梦中才会出现啊 如今这浪漫场景在丽雪阳的面前真实发生了 对不起 有点冒昧 但请和我做好朋友 好吗? 丽雪阳的少女心哪惊得住这种攻势 她抬头凝视着向她奔鞋而来的王富贵 一脸飞红 可是 可是你 不会撞到头的 还没说完 王富贵的脸整个拍在了墙上 抠都抠不下来 王家的保镖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 遇到这种情况临场反应绝佳 首要任务就是维护少爷形象 于是他们迅速在现场拉起围账 将王富贵挡在后面为他整理一容一表 围账还是小清新碎花风的 这些意外状况当然不会让王富贵气馁 他可是有着超强的自信和极其自觉的撩妹素养 不一会儿 王富贵容光焕发 贴着一枚创可贴捧着花束 靠近了丽学阳 这一切其实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我之所以冒着头破血流的危险也要来 只因为你太美了 鲜花赠美人 这是攻略的第一步 我家少爷可是名门贵族出身 有祖上十八代的血统证书 如假包换 对 少爷不仅特别有钱 道行又高 最重要的是长得又好 经常带着在附近溜达 还能改善邻里关系 是啊 通过他人的赞美来彰显自己的实力和地位 这是攻略美人的第二步 再看丽雪阳 被对方的热情惊到 待在原地久久说不出话 王富贵自认为 对方一定是因为激动害羞紧张兴奋 无畏杂陈说不出话来 对啊 他就是昨晚电视台见到的王少爷 他这是在追我吗 丽雪阳想到这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王富贵一看就知道自己已经离成功不远了 这时丽雪阳却突然转身离开 留下王富贵和他的手下待在原地 然而王富贵还没有来得及怀疑自己的魅力 丽雪阳便身着绿色小礼服 手持精致绿手包 戴着饱满圆润的珍珠项链 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今晚人家有点想看电影 小梦去把电影院包下来 小凡快去备车 是 不消片刻豪车就位 四临围观人声鼎沸 丽雪阳在王富贵和保镖们的簇拥下出了门 然而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 沙狐范云飞在楼顶上早就目睹了这一切 眼睁睁地看着自家女友被别的男子拐走 可谁也不愿意 范云飞怒吼了一声 猛地冲向了王富贵 不过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 范云飞现在是迷你沙狐的状态 体型呢就和一只苍蝇差不多 他的怒吼在正常人的耳中也不过是一只蚊子在嗡嗡 所以啪的一声 下一秒范云飞就被孟二飞用苍蝇拍给拍飞了 旁边的人虽然没有注意到这一切 但是丽雪阳察觉到了 他隐隐有些不愿 好像是那只臭沙虎 这次可不能让他再妨碍我了 丽雪阳一扭身就坐进了跑车的副驾驶 对着王富贵甜蜜一笑 电影要开演了 我们快走吧 王富贵欣然应和 而此时刚刚着陆的范云飞 脸上硬刻下耻辱的苍蝇拍纹路 他不甘心就要再冲上去 却被白月初抓住了尾巴 一把拖了回来 白月初冷笑着捏碎了身上缠绕着的消极之神 一脸奸诈地看着远方王富贵离去的背影 你现在一定很恨那个男人吧 那个男人轻浮傲慢 自私小气猥琐卧处 把你的老婆从那个卑贱的男人身边抢走的事 就包在我身上了 让我们一起干掉他吧 在丽雪阳家的房顶上 白月初再一次找到了自己的斗志 身上的怒气值已经加到最满 一气盗盟 去死吧 道士哥哥变得好积极啊 原来能刺激他斗志的 不光是钱 还有仇恨啊 小丽再次被他因为愤怒而释放的妖气所震撼 心想 有了白月初这位实力强大的道士愿意帮忙 其他什么的都不重要 想到这儿 小丽也信心大增 她凑到了白月初面前 可是他们已经跑没影了 我们怎么知道是哪家电影院呢 诶 放心 这难不倒我 白月初阴着脸拿出一根头发与一张符咒 这头发是王富贵的 他每个月都要捶烂十个王富贵牌的稻草人 当然有足够的头发储备了 这符咒便是大名鼎鼎的千里追位术 这种昂贵的定位符 需要配合强大的法力才能使用 可以凭借物件千里追逐 这么昂贵的法宝 当然不是白月初自己买的 而是让屠山苏苏付款的 好在做委托任务刷红仙证件可以报销 不然这几个人砸锅卖铁也凑不够 脱稻草人和符咒的符 瞬息之间保持迷你状态的白月初 便背着沙狐范云飞 空降到了影院里正在和丽雪阳甜蜜幽贵的王富贵的脑袋上 白月初转身伸手一指 引着自己背上的沙狐望向了一边 看那边就是你老婆了 啊 那么 开始吧 一想到自己即将破坏王富贵的好事 白月初更加兴奋 他操起易梦锤 跃上了丽雪阳的头顶 毫不客气地砸在了丽雪阳的脑袋上 同时还不忘给背后的范云飞也来一下 易梦锤很快就起到了作用 丽雪阳和范云飞的思绪再次回到了千年之前 兵将军丽雪阳所驻扎的营地 迎来了一位呆萌的皇子和他的使者 范云飞和小丽 他们率领着成千上万的绵羊上门提前 军营里的小弟见到这些肥咩咩们 顿时兴奋不已嚷嚷着要吃肉 老大 老大 那时候取你 太好了 老大 老大 我好久没吃肉了 你吵死了 你们以为我没听见吗 都给我回去站好 不过就算喊得再大声 面对范云飞的求婚 丽雪阳还是仗红了脸 她看着面前英俊的范云飞 害羞地低下了头 啊 那个 我们才认识几天 你到底 喜欢我什么 中原的景色 要比西西域漫天的黄沙好看得多 这里的蓝天有白云点缀 这里的山巒是郁郁葱葱 这里的黄梨比大漠的乌鸦叫得清脆 而这些 与这位女将军比起来 也只是衬托红花的绿叶罢了 范云飞正正地看着丽雪阳 丽雪阳只是羞涩地低头 就算是我救过你 可是你也救过我 我们算扯平了 而且 我们也才认识几天 而且 你是妖我是人 总会有些障碍吧 而且 而且我是卷头发 你们好像都是直发 所以你到底 喜欢我什么 范云飞身穿一身湛蓝色的长袍 长发随风飘逸 退去了初见时的蠢气 已经焕然一新 显得格外英气俊朗 她不远万里从西西域来到中原 只为迎娶她的新娘 但范云飞 要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呢 她懵懂又胆怯 支支吾吾了半赏 只说出了几个我字 即便如此 一切都似乎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 天朗气轻 少年佳人 可就在这个时候 半路竟然杀出来了一个老狐黄 当然是因为娶了你 乌尔才能继承王位 不然乌尔为什么要娶你 丽雪阳的脸色一瞬间 就从刚才的春暖花开 变回了北国的冰封千里 随即挥动冰临雪枪 将范云飞动成大冰块 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刚才她的脸上还洋溢着 幸福羞涩的笑容 可现在只有寒冷的冰霜 从来没有什么爱情 没有什么念念不忘千里追爱 有的只有功力和算计 自以为的一见钟情 不过是那人为了爬上皇位的垫脚石而已 喂 你别走啊 刚刚不是谈得正顺畅吗 哎 儿子 振作呀 狐黄对于因为自己一句话 而毁灭了所有美好这件事 毫无自觉 在她心中 自己就是那个为了儿子的前途 百般筹谋千种算计的好父亲 天上天下绝无仅有的好爸爸 哎 爱总是苦涩的 这便是范云飞向丽雪阳的第一次求婚 开头是极其美好的 结局是十分惨烈的 就算是过了千年 当范云飞回想起这段往事时 也情不自禁地哭出了声 整个胡都丧起来了 白月初面对这么一个 哇哇大哭的傻狐狸 一点办法也没有 她只能暂时将范云飞带回来醒 怎么样 成功了吗 白月初瞄了一眼在肩头哭泣的范云飞 看她的样子 应该是失败了吧 下沙篇第十集 年轻人不要太嚣张 看来西西玉湖皇族范云飞 与冰将军丽雪阳的爱情之路 还很艰难 不过白月初一个秉持着 顾客至上的服务宗旨的契约型道士 一次小小的失败是不能让她气馁的 当然主要是因为承诺金到位了 服用完了再去买一些给我 看着眼前白月初伸过来的罪恶之手 徒山苏苏似乎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就在这时一旁的小丽怒不可遏地跑过来 拎起白月初的腰抖了三斗 一瞬间符咒哗哗地洒落一地 刚刚不是买了很多吗 你想藏起来然后卖掉它们吗 糟糕 怎么被发现了 眼见自己的小心思被识破 白月初知道没有更好的理由为自己狡辩了 只得含泪上岗 一想到一会儿要烧的符都是真金白银 它就无比肉疼 没错 这个符是很贵的 这张千里传送符乃千里传述专用符 是实打实的一次性消费品 该符需要使用者拥有强大的法力 配合追踪目标身上的任意配件 便能实现千里传送的效果 不过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如果是非身体自然生成的部分 只有在目标附近24小时内才有效 深谙此道的白月初 凭借这些一次性的千里传送符 带着范云飞往返于王富贵的头顶 在通过跳跃到王富贵身边的丽雪阳头上 借助一梦锤反复敲打这两人的脑壳 就可以帮助他们恢复前世的记忆了 于是乎丽雪阳与范云飞 终于想起了更多关于前世的记忆 比如在热情的西西域胡黄的督促下 范云飞用奶牛 用熊猫 用十人花甚至用三十六遍的猪八戒当聘礼 向丽雪阳提亲 不过结果自然是范云飞被冻住了一次两次三次 千里传送符被浪费了一张两张三张 白月初的心在滴血 她感觉再这么折腾下去 自己的符就要一干二净了 贫农家好不容易偷攒的鱼粮就这么被耗光了 一来二去 被这些记忆反复折磨的沙狐范云飞已经口吐白沫 白月初回到秘密基地 气呼呼的一巴巴的拎了枪 嘿 臭小子 你玩我是吧 你们根本没有相爱是吧 有的 不然你以为我们那么辛苦为了什么 你一定是单恋 单恋 白月初越想越觉得这段所谓的爱情根本就不靠谱 甚至也深度怀疑 范云飞就是为了继承王位才要娶丽雪阳 但此时 屠山苏苏却一本正经地朝白月初走了过来 可是 当时哥哥 按护摇红仙仙的规则 没有相爱的人是不会去苦情剧树下取悦 也无法成为红仙仙的任务的 屠山苏苏手中拿着的狐仙光盘 散发出幽幽的绿色光芒 将她笼罩在其中 显得格外神秘 看着眼前这个满脸认真的小狐仙 小丽与白月初二人面面相去 久久没有说话 苏苏也被他们的反应吓到了 紧张兮兮地询问怎么了 生怕自己又做错事情 没有什么错 不过 你这样突然变聪明 太诡异了 甚至瞬间感觉你长得都成熟了不少 不过也幸好有屠山苏苏的解释 方才乱吵一通的白月初 终于正经了起来 她也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 于是她左手提着范云飞的后颈皮 右手向前一伸 从一开始 我就觉得你们的这件事情怪怪的 来吧 让我仔细看看那份狐妖任务单 屠山苏苏掏出狐妖任务单 递给了白月初 小丽看到这一幕 突然就不淡定了 你在呼出些什么呀 别闹了 快做事情 白月初看完任务单之后 发现了这件事的猫腻 范云飞 在一千年前于苦情树下结下再世情缘 作为续缘之时的那个一分为二的法宝 是千年玉水珠 没错 就是那颗沙狐克星千年玉水珠 这等重要的续缘之物 白月初忙活了这么久却一眼都没见过 可疑 极其可疑 我这个刚入门的新手 忘记这件事不足为奇 可作为一心想要帮助你家皇子 寻回转世恋情的你 却从未拿出那个重要的法宝 甚至只字未提 那个法宝是被你藏起来了吧 秘书小姐 或许你根本就不想让你家殿下找回恋情 对吗 白月初话音刚落 小莉好似被人戳了软肋一般紧张起来 你凭什么怀疑我 你不过是我们请来帮忙的而已 我现在宣布死掉你 这里再与你无关 请你走 与我无关 俗语有言 请神容易送神难 白月初这尊大佛 其实小莉这等人能随意指使的 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小莉早就失去了主导权 毕竟这可是打击王富贵和一气盗盟最好的机会啊 白月初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放弃了呢 想让他走门都没有 这可是个好机会 我能让一气盗盟和那个姓王的王八蛋出丑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况且你也无法阻止我 因为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不是吗 小莉哑口无言 毕竟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其他的东西根本不值一提 现在的白月初 看起来像是一个实打实的反派 而小莉则是被邪恶霸凌的无辜弱女子 总之你不要爱我的好事 快把法宝交出来 不要不要 你叫破喉咙也没人理你的 白月初一把对到小莉一副奸诈而又心急如焚的样子 准备对小莉做出一些非法操作来达成自己邪恶的目的 而一旁天真无邪的屠山苏苏 居然帮着白月初抱住了想要逃跑的小莉 小莉走投无路 看了一眼睁一脸茫然盯着自己的殿下 深深叹了口气 那是一颗不祥之珠 一旦让它闻事 只会带来无尽的灾难 白月初一正 这是她万万没想到的事 谁会把一个不祥的东西当作续言的定情信物呢 正在这时 三人头顶上的天花板忽然裂开了一道口子 紧接着 那个出现在范云飞回忆中无数次的西西域狐黄 从天而降 巨石般砸在了众人面前 初次见面 朕是西西域的皇上 关于那颗珠子的动向属于高度机密 不便透露 狐黄没有说小话 庞大的身躯叠加坠落时强大的惯性 让他直接穿透了脆弱的吊顶天花板 静直落在了丽雪阳的卧室 但他依旧面不改色 当然也许是因为他的脸都被头发胡子挡住了 让人看不清神情 小丽和沙狐范云飞就惨了 被他一屁股坐在地下奄奄一息 年轻人哪 还是按部就班的走吧 按部就班 你是只去傻傻的继续用锤子敲头 我没兴趣做这么傻的事情 年轻人不要太嚣张 老狐黄没料到 白月初居然如此不听劝 这样吧 不如我们来比试一下 比什么 靠你的腰力来感受那个玉水珠藏在我身上的哪里 如果你腰力够强一定能感觉得到 机会只有一次哟 若是失败就得乖乖回去 狐黄耍流氓 神仙也难扛 毕竟狐黄也是一方妖王 仗着自己这大半辈子积攒下来的妖力 总不会连一个小年轻也比不过吧 况且狐黄还藏了一手 因为沙妖是没有实体的 可以让东西在体内任意移动 理论上来说 只有一次机会的白月初 是不可能一下子就找到玉水珠在哪的 不过 虽说姜还是老的辣 但在白月初面前 再辣的姜也难逃她的嘴 只见她带着屠山苏苏从楼顶隔间一跃而下 分别用两张符咒复原了自己和苏苏 然后面色一冷 磅礴的腰力静止从体内清洗而出 腰力一出天寒地产 这浩瀚的法力压在狐黄的头上 便是死亡的邀请寒 狐黄立刻高呼一声 大千饶命 我给 我什么都给你 恐怖如似的白月初 给了西西玉狐黄十足的压迫感 从未抵抗过如此重压的狐黄 立刻服了软 啪的一下 掰开了随身携带的手杖 从中拿出了那半颗千年玉水珠 交予了白月初 白月初拿起这半颗玉水珠 端详了一下 转念一想便立刻明白了各种缘由 向狐黄确认 是狐妖再世续缘的力量 让这玉水珠只剩半个了 老狐黄一见 白月初是懂孩儿的 没有因为玉水珠只有半颗而刁难自己 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 大仙真是明察秋好 什么都瞒不过您 但老朽还是要说 这是一个会带来厄运的珠子 狐黄搓着手 试图尽自己最后一丝力量 让白月初放弃使用玉水珠的念头 但白月初对这种言论一点兴趣也没有 他极为淡漠地瞥了一眼老狐黄 似乎在警告他 老狐黄立刻后退了数十步 远离这个危险的家伙 但我没说 不过既然老狐黄都这么说了 还是要严肃对待一些的 实力强大 并铁了心要搞一搞一气道蒙的白月初不在乎 但他也会考虑一下 核心人物范云飞的看法与意见 不管你们会受到什么灾难 都与我无关 我没有闲工夫和你们耗下去 我只知道如果没有我的帮助 你们这辈子都别想破镜重圆 我只帮一次 想要接受的话 就触摸这半块珠子吧 如果你连一点危险也不敢冒 你们的爱就到此为止吧